我叫鲁明爽 我来自黄河流域的一个西北小镇 奔腾不息的黄河让我变得豁达执着 它勇往直前的宣响 牵引着我探索未来的好奇之心 后来我去到了葡萄牙 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 留学期间我注重做中华文化传播的使者 我曾在胡国街头卖过艺 也在华人新年晚会上表演过太极 这样独特的留学经历 让我变得更加自强不息 乐观自信 鲁明爽女25岁宁夏人 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硕士 中华文化交集专业 中华文化交集专案 中华文化交集 gaps 旁本文化交集专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我本科是学的葡萄牙语在西安外国语大学 后来呢 怎么会选一个小语种呢 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学语语言的 葡萄牙语是一个小语种 然后又比较热门 非尼莫属怎么说 或者是 就是only you 还是没有英语简单 你的这个专业很奇怪 叫中仆化文化交集专业 对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文化活动 怎么会成为一个专业呢 我们的那个老师 他是比较注重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 他希望是我们能够用葡萄牙语 然后给外国人讲中国的中国文化 你去了多久 两年多 你在那是怎么跟葡萄牙人民 做我们的这个中仆的这种交流的 我一直住在寄宿家庭 和葡萄牙人一起生活 偶尔会做一个火锅或者是饺子 这个葡萄牙人说好吃吗 他们觉得比较新鲜 然后还教过汉语 教汉语 对 葡萄牙男人怎么样 男人 跟我们中国男人比起来怎么样 我感觉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很奔放 那有人追你咯 有 那咋追的你呀 有多奔放的 追你啊 就是 是你在前面跑 他在后面追啊 没有 就是 就是老跟我找我聊天啊 去喝咖啡啊 这样子的 他聊点什么内容啊 跟中国男人有什么不一样啊 跟中国男人 我对男人其实不是那么了解 其实你别看他腼腆的样子 他其实在葡萄牙 还是做过一些 这个 怎么说勇敢的事情 是 比如说街头卖艺 我就想不出你街头卖什么艺 就是 我以前学的是竹笛和葫芦丝 我看街上也有很多街头艺人 我就也想去试一下 也是挑战一下自己 然后再把中国文化带给外国人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真不错 有人扔钱吗 有 两个小时收了三手 还可以 为了展示 我不是一个书袋子吧 因为我是 从小到大 好像一直是乖乖女 我就想把我的一些业余爱好 展示给各位老板 你 怎么了 你对普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 大概什么样的 你了解吗应用状况 现在说葡萄牙语的国家一共有七个 非洲有三个左右 亚洲有一个 你还有更具体的说吗 应该我不是 应该有1.8亿人在说普语 大概在流行语里排第八 所以其实很靠后 尤其是亚洲国家几乎没什么用途 你居然今天的面试想拿这个来面试 这个一上来就有点搞不明白 这不是你唯一的应聘的意向吧 别的呢 别的考虑不考虑 不考虑 葡萄牙语翻译机本本上没人招啊 你别的是不是考虑一下 那就是各位boss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你别说他们觉得的 除了葡萄牙语翻译之外 你自己能想到的你还能干什么 我还能干什么 对 就是我学了五年多 其他真的工作经验也比较少 鲁明爽呢 他的欧洲留学的经历 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 他的这个留学经历 反而是浪费了他这两年的时间 他的葡萄牙语本来已经很好了 他去了这个葡萄牙以后 反而让他的整个人变得很拖沓 很懒洋洋 变得很迷茫 你的那个本科是这个葡萄牙语 对吧 但我们知道葡萄牙语是拉丁语系当中一个 就是同俗拉丁语系的这些其他 稍微大一些语种 你有没有去学呢 我没有刻意地去学 但我觉得这个就听起来有点不太 没个sense 就是说葡萄牙语是一个拉丁语系当中一个 你学会这以后 你学其他的 西班牙语也好 法语也好 应该容易很多 你为什么不在这个上面去发力 让你的职场更宽大一些 对 老师说的 我觉得是一个 时间问题 可能也是我没有想那么多 图类老师 我想说一下他的期望薪资 因为这个 刚才也讲了 他这个朴语的话 现在没有公司需要 而且是一个非常窄的语言 完了他又没有让我们看到 任何专业的技能和能力 完了他直接期望薪资要八千 关键是他还别再不想干 对啊 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太高了 姑娘 姑娘 其实我那个跟你是兄弟代位 他是西安外国语学员 我是西安翻语学员 你学语言的 一定要比如局限语言 其实接下来会非常非常窄 然后你要想别的 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看像我 啥都干过 你知道吗 你就他们给你干啥 只要你觉得适合 你就干啥 先找份工作再说 那我就再确定一下吧 除了葡萄牙语的翻译之外 其他的类似于像行政工作啊 服务岗位啊 你考不考虑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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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做这些职位的话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 六千 好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还有发展测试 天生我有财 来 市场合品 当你选择航空公司时 除了最重要的安全性之外 还有什么是你最在意的 A 空乘员的素质和服务态度 B 飞机餐饮的品质 C 各种语言都可通晓 D 座位舒适 视听娱乐设备先进 你选哪个 我选D 最后一个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经历过那种 座位不太舒服 然后又长途跋涉的 你应该坐座位 是不是有点挤 对 我要坐两个 所以要坐位舒适 对 是的 你为什么不是A呢 A 我觉得 没太大所谓 我可以忍 没太大所谓 脾气好 可以忍 对 那餐饮呢 吃得怎么样 有的吃就可以了 语言更不是你的障碍 对 音语还行 对吧 所以他选的是D 来 三位 这题考的是什么 这个是 当我们去选择交通工具 和周遭环境的判断的时候 他看他在哪个环节 最敏感 像第一个肯定是 我们讲的是服务型 对我们服务的要求比较高 第二个就是吃货型的 第三个是交际 跟别人交流 那有很多人选最后一项 品试型的 体现出来 我们今天的选手这块 也有可能跟性格相关 不是那种张得开的 还是希望能保护自己 我问你一下吧 就是因为我考虑你 人事行政的工作 所以的话我问你 你觉得做人事行政的话 最终要跟我讲三点 这个素质和能力是什么 完了之后的话 再说一说你自己 是不是具备 这样的素质和能力 看样子有人要给你 行政的岗位了 我觉得第一呢 是沟通能力要强 态度要有亲和力 然后呢就是 懂得一些公司内部的情况 要对公司比较有了解 然后第三点呢 对公司有了解 不是素质和能力 这是一个知识 就是你基本的知识 他没想过这事 我觉得这个有点强成所乱 他可能真还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沟通这块的话 因为我觉得整场 你就显得很拘谨 就是没有放开 因为人事的话 你要有沟通能力 我们讲亲和力 你要跟别人拉近距离的 你现在跟我们沟通的话 都显得就是很拘谨 我觉得目标感少了一些吧 岗位意向企业也没有 除了一个沟通的翻译 我现在 你对中国市场完全不了解 是吧 我现在是有意向的企业 哪家 刘家勇 刘家勇哥 就他一个人懂普语 你现在身上有两个技能 一个是葡萄牙语 独一无二的 第二 假设你的葫芦斯 如果能让你在直播间 要么是教直播间的朋友 说葡萄牙语 要么是教他葫芦斯 你会选择哪一个 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获取客户 会引起大家注意力吗 做直播 你没想过这事 我做过 我试过 但是效果不太好 你在干嘛呢在里面 我是刚好在葡萄牙 有一个party 我在party上 因为特别嗨 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到街上去跳舞 然后一人拿一个锤子敲头 说是带给对方幸运 这就是这样的 对 太可怕了 这样的直播太可怕了 那就这样吧 我们就听一下 他们给什么职位 好的 好不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是光头的对抗 光头 直接进入 来 你想一个人光芒万丈 来 说出你的岗位和薪酬 我们行刷教育呢 给你的是小鱼种的 葡萄牙语的讲师 然后工作地点在广州 多少钱 六千家 但是那个 因为这个家的后面 有很多 因为它包括了 你以前最少都一万五的 不是 它不止一万五 因为我们的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一般老师是没有底线的 我还开了底线 因为它都是按照绩效加打赏 那它在哪上班呢 广州 必须要在广州吗 对 那也是它向往的城市 你对这个薪酬满意吗 六千 不太满意 但是它的综合薪酬会很高哦 你的绩效工资不止那么低 可能会 它的综合大概能拿到多少 第一月上班 如果它这个 葫芦丝加它的这个 叫葡萄牙语的直播 我相信应该在 五万到十万之间吧 我的天 如果它足够努力的话 但是行 帅我提醒一下 我是专业过直播的啊 明爽的性格特点 做直播有点放不开 因为直播是强调强互动的 我告诉你 你说你是专业的 他是教学 我是专业从08年 就开始做直播了 12年的时候 做直播教PS 一年做了六千多万 我觉得他教葡萄牙语 怎么也都比我收入高吧 不是 这点我同意刘家勇的 这个意见 我是觉得他放不开 直播的话 你要互动的话 吸引眼球 不是这个样子的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刚才说过 葡萄牙语相对来讲 比较小众 它的需求的话 跟PS是不一样的 人家还有胡罗斯呢 我觉得呢 他的性格在今天 这个场上确实腼腆 但他也说了 他也有奔放的一面 其实我觉得 涂雷已经很帮你了 我觉得你能找着工作 就现阶段都算是奇迹了 其实你这样 比你更优秀的直速 表现力更强的 更适合做直播的人 人选非常多 对吧 他给你开出六千 我觉得这是你锻炼的机会 不是你在拷问他的机会 有人看不下去了 其实你今天真的 我本来以为 你可能是空手而归的 你问他一个问题吧 就是我未来有没有 我的发展空间是什么呢 我们老师会有五个 五个级别 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绩效 然后往前走 然后最后能做 这个项目的主管 好 把另外十一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人薪酬超过六千 读秒 好 把灯都灭了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行衰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行衰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行衰教育 去吧 谢谢 谢谢 最后只有一个老板留灯 我心里有点想难过 但是最后选择了行衰教育 他给的岗位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接下来都打算 就是去行衰教育那边 然后从基础的葡萄牙与老师